这座村子的坟头 凭空出现了一个两米深的大洞 每天晚上坟地里都有一道白影晃动 这诡异的一幕情况 将村里的人瞎得不敢出门 连地都不中了 很多村民说 这就是坟地里的鬼魂索命 那么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个村子规模不大 共有几十户人家 村子里的老人去世后 总会埋在村后的小山岗上 久而久之 这个小山岗遍地都是坟营 但前段时间 一位妇女上山扫墓时 却发现很多坟头 都莫名其妙出现了大洞 因为当时这位女子 是独自上山扫墓的 所以看到墓地的洞口后 被吓得魂飞魄散 亮亮呛呛逃回家里 村民们知道这件事后 约定好带着锄头铁锹等农具 一起上山查看 没想到去了坟地后发现 确实是有不少坟头 都被掏出了深深的打洞 据人们观察 部分洞口的深度达到了两米 黑曲曲的洞口一直向下延伸 但没人敢下去查看 从洞口周围松动的土层痕迹判断 这些洞口差不多都是最近出现的 难道是有人盗墓 村民第一时间就想到了盗墓贼作案 但是仔细想来 所在的村子是一个偏僻的小山村 村里的人都没什么钱 都是穷苦出身 盗墓贼不至于费这么大功夫 来盗取这些压根没有什么宝贵的墓葬 而且盗墓贼盗墓 至少要把墓室打通 找到墓室里边的宝贝 这才符合事情的常理 也才更像盗墓贼所为 小山村的坟地凭空惊陷两米深的大洞 而且坟地里每晚都有白影晃动 村民们背下的连地都不中了 从坟地现场的挖掘情况来看 没有一个洞口与墓室相通 这并不符合盗墓贼窃取宝物的一贯手段 不管怎么说 看着自己祖辈们的坟头 被挖的一片狼藉 村民们也是气不打一处来 纷纷叫嚣着要抓住嫌犯 严惩不待 当天晚上在村长的组织下 十几名精壮的小伙 手持铁敲木棍把守在了坟地的各个方向 打算一举拿下这个在坟地乱掏洞的家伙 但没想到诡异的一幕再次出现 在十几名小伙的注视下 又有一个新的坟地被一道白影掏出了大洞 晚夜晚光线不足 看不太清楚 小伙子们也不敢贸然上前查看 于是就将这个消息报告给了村长 村里的人都比较迷信 所以他们认为 这肯定是有什么不好的东西出现了 可能会威胁到村子里人的安全 于是村长下令 每到晚上的时候 谁都不能轻易出门 各家的地也暂时不要去种了 电视台的记者很快听说了这个事情 打算帮这个村子里的人 了解清楚事情的真相 在记者走访村民的时候 村民众口一词 都认为那就是传说中的鬼怪 还劝告记者 不要在夜晚随便进出坟地 否则可能对自己不好 但记者们不信鬼神 晚上依旧带着先进的摄像设备 和红外探测仪 悄悄地摸索到了坟地的周围 每当夜深人静之时 这个小村庄的坟地就会有白影晃动 还会将坟地掏出两米深的打洞 村民背下的连地都不敢中了 记者们在夜深人静时蹲守坟地 果然发现又有一道白影在坟头乱挖 随着白影的晃动 记者朋友们用设备细细观察 却发现这道白影竟然像是一条狗 本来记者们打算上前 靠近确认一下 可这个神秘怪物听到动静后立马跑开了 第二天早上 记者们在晚上新挖的洞口周围 发现了大量梅花状的脚印 这明显就是狗子的脚印 当记者将这个重要发现 告诉村民的时候 村民们突然想到近期村子里 确实是有一条白色的流浪狗 而且常常活动在坟地的周围 它的主人刚刚去世 也被埋在了这里 可能是狗子无家可归 想追随主人一同离去吧 后来人们果真找到了这只狗子 只见它孤苦伶仃出没在坟地周围 眼神中 透露着悲伤的神情 或许在这只狗子的心里 早就把坟地当成了自己的家 毕竟狗子在世界上 唯一的亲人埋在了这里 狗子自然会有所依恋 村里的一位好心大妈 被狗子的事迹感动了 决定将狗子收养 给它一个温暖的家 不再让它流浪 没想到一只重情重义的狗子 竟然把村民下的连地都不种了 连家门都不敢出 看起来 以后我们还是要多相信科学 摒弃封建迷信呀 今天的视频分享到此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多多点赞关注 我们明天不见不散